今天那个郭德纲老师的这个徒弟也来到了现场 我师父是个很内向的人 也不乐意跟我师娘逛商场 一般都是我去 他平时我和我师娘说出去说出去买东西 他就在屋里说我要收拾东西了 然后回来一看还是那样 然后呢就是我师父确实很好 确实很好 没事 我看你可以坐下 我看你刚才这篇发言好像你师父啊 在电脑上敲出来的活 然后叫你给背下来 可是你又背的不太好 中间背着背着 可能背串了点什么东西 把你师父叫真事说出来了 其他什么很好很好 那就是算你师父自己写的 我听了 我是不是要求你这么说的啊 好像是吧 那你看一下 你等等 你们这个夫妻剧场现场有保安吗 还是弄出点了 谁带来了 这样我们现在要求你啊 就不要那个被他写的 你脱稿自己 说一下到底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完了这孩子要不掉了 这回说真的啊 咱才也是真的 有时候我师父老不离我师娘 一会跟他走 我师娘也特别好 我师娘是个善人 善良人 对善良人 善良人 我师娘呢 看我们兜里没钱了 经常给我们钱花 这事你都没告诉我 不错了 你们这个待遇 已经比你师父都够了 兜里都有钱了 你想想 这比我都强的 比较强 比较强 兜里有钱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给我的 是吗 对 一百都没给过 小孩要钱没用 就是你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师父万一兜里有钱 也是给你的 但是呢 一次都没有过 有的时候是 比如说我师娘给他200块钱 花了50 还有50块钱零钱 就给我了 那一百的还是给我师娘 你这孩子 你坐下吧 我看你这两篇发言 一篇是你师父写的 一篇是你师娘写的 你说这图就不错 好吧 我就是好